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于12月1号上午在南京路广场 办理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极具不一样成就大力量系列活动公益园游会 由于天气很好 许多身心障碍人士在家人或好友陪伴下 前往参与活动 并且打卡上传到脸书 邀请更多的朋友到场同欢 我们再举例一下我们的一些比较创新的措施 我们在105年 我们有一个身心障碍虎具代偿的电路机制 利用这个能够提供身障者取得虎具资源 更为便利跟省时 那另外在106年 我们的虎具将肢杖跟肆杖合一 我们成立了一个叫虎具技生活重建中心 另外在106年的8月 我们首创了护康巴士派车系统 现在服务人数的成长是65% 另外工程增加了15% 另外我们在108年预计 我们有25台的富康巴士 也可以加入这个系统 还有加上无障碍计程车的联络网 让在乘坐上是更方便 更切实 私宜宣读国际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尊重个人自主 不歧视 充分参与社会 尊重差异 机会均等 无障碍 男女平等 尊重发展能力八大原则后 成名人秘书长带领社会处长 曹建秋 贵宾及身杖团体代表 进行破诞宣誓 期许极具不一样 成就大力量 台东县礼探法美容业职业工会 创世基金会 失智者关怀协会等单位 在现场涉摊服务 当选下届县长的 饶庆林议长 在上台简短致辞后 继续到摊位区 关心这些长期为社府工作 付出的人士 会中表扬杰出身杖人士10人 推行身杖福利有工人士15人 107年超额禁用 身心障碍者公司力单位 公司力超额禁用 身杖人士机优单位20家 身心障碍团体 设服绩效评鉴优等4处 甲等7家 辅具即生活重建中心服务品质 督导茶盒优等1家 服务身杖者机优单位 特优4处优等3处 包括失智者关怀协会 自闭症协境会新乐团 资本国小等25个表演团队 上台热情演出 欢庆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欢징国际身心 walks 喜庆国际身心 favor і ོ